24. 文匯報 中國減息亞高收益債熱鬥爭 2015年7月4日投資理財B05投資攻略第三季債券市場投資展望 由於中國貨幣寬鬆火力全開,看好亞洲高收益債表現 特別是中國內地高收益債的投資機會 雖然市場推測聯儲局年底前兩次加息 以及9月首次加息的可能性機率較大 加息純息干擾因此仍在 然而全球經濟穩健向上 且全球降息主力在亞洲、計歐、日量化寬鬆後 中國、商人、澳洲等紛紛走上寬鬆一途 目前降息在亞洲位為潮流 與其高收益債可望開啟新一波利率下行 日性投信日性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鄭二雲表示 觀察下債然放可發現 亞洲債券的需求越來越大 亞債的快速增長顯示亞債重要性大增 十一年來債券規模增長百分之三十 截至今年六月發債兩以達6360億美元 佔全球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兩的百分之四十 亞高收益債規模6360億美元 鄭二雲分析 從指數表現來看 而債券高收益指數及美臨存高收益指數相比 去年下半年的回調呈現抗低 2014年下半年債券高收益指數及美臨存高收益指數 分別為上漲百分之1.4及下跌百分之4.6 而今年在上漲作獎作用下 上半年債券高收益指數及美臨存高收益指數表現分別為8.2及3.7 可看出由於基本面穩健 產業分散及高票式產生債券特性上的優勢 亞高收益債相對抗低 內訪走出低迷後中國高收益債日性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陳勇貞指出 今年第二季 利岸人民幣高收益債指數漲幅4.16% 下半年前景持續看好 主因中國降式循環開啟、激勵房市氛圍改善 加上政府調降房貸利率等措施 中國房市部出長達9個月的低迷 多數城市的房價跌幅持續縮減 但第二季開始 中國房市佔路儲光 陳勇貞表示 美國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持續紛擾 與美國連動低且貨幣寬鬆的利岸人民幣點心債相對具吸引力 此外 中國央行允許境外機構更自由地在中國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債券 逐步放寬境內機構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限制 就投資成本考量高票式的利岸人民幣債券根據投資的吸引力 因爲估值吸引且缺乏新供應 發行商普遍擁有國企背景 信用日家交界 在本季可持續關注中國高收益債券 願意 感谢观看